禮禮拜四驚在家紀 輔助醫療行動的 紅文醫生 他的國旗在日空一七年 定力在紀念建築 日空一空年 又在肌定做國旗 現在要重新進行 希望生活日後 家紀市可以增加文化 祖散保障 跟促進健康醫療中心 國旗生活的工作團隊 提示備設定 這間駐內的國中駐療 這間有八十八年 歷史的紅文醫生國旗 修貨工廳已經開始 這個房子年久失修 他屋頂有破洞 然後一直會漏水 然後漏水這個事情 對我們房子的木材結構 就有相當的 這一個品質上的影響 這間駐在一九三五年的房子 之前又是協商館 實斷吃地包 一九五百年 才讓紅文醫生 要去改造 精神的站起來 日空日空年 通過基金 做自己的市場鼓勤 晚上修貨之後 要來提供健康醫療 屋主王醫師 他主動提請文資的 相關的審議 那希望可以就是主動讓他發覺 他的文資上面的價值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也經過文資審議會議 讓他提升為嘉義市的古蹟 文法教標示 紅文醫生在嘉義的醫療室 和教友室 還有二、二、八、四驚當中 都是很重要的人物 希望透過國一首後 正做地圈創新的新領所 記者林肺庭 嘉義報道